开关验尸 是 不许开关 这个大富豪眼睁睁看着儿子的坟墓被掘开 然而他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只能假戏斟作 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报告开大人 韩大人 观众有失 二人听到如此结果 韩都查顿感意外 而其他两名刑部的官员 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 开机一脸镇定地让武作过去验尸 大富豪薛世明 也在自己的表演中昏了过去 经过武作的一番敷衍了事 最后得出结论 开机对结果很满意 转头询问韩都查的意思 可是韩一可却不愿相信这就是事实 于是二人带着结果去禀告朱元璋 虽然朱元璋也有所怀疑 可是没有新的头绪 但是朱元璋是铁了心要拿开机开刀啊 于是话锋一转 开机 你过去口口声声说 狱中勒索受贿之风早已禁绝 为什么朕一下去就能发现 开机隐隐猜到朱元璋的心思 如今他也只能小心说话 并且向朱元璋保证 回去一定好好整顿刑部官员 朱元璋看他算懂事 就交代他先回去 等开机走后 朱元璋就询问韩一可 你觉得那个棺材里头真的是血强啊 可是韩一可也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他也不敢乱说 今日之场面令人无处生意 他还解释说自己也做过调查 当时棺材是直接运进目的的 根本来不及调换 朱元璋还是比较信任韩一可的 本来正还考虑谁来接替开机 现在看不必了 韩一可听到这里 心里只想骂娘 你早说呀 于是他话锋一转 陛下 灰尘倒有些不放心之处 他立刻告诉朱老板 当时开馆的时候 他看到刑部的王熙哲和杨书征 二人脸色非常的不自然 朱元璋听他这么说 马上来的兴致 韩一可还说开关验尸的时候 老百姓都希望官府能彻查薛家 这个就是百姓的反响 朕要的就是这个反响 如果王熙哲杨书征 他们两个人真的有跟薛家勾结的话 他们就经不起这个反响 回到府中的开机 立刻叫来了薛世明 其实二人早已是老相识了 关中之师乃是何人 当初小民多了一个心眼 叫人弄来一句青年男师 深夜挖开墓穴 藏入关中 现在看来 此事果然有必要 随后开机让薛世明 立刻把他儿子送走 永远不要再回京市 还向薛世明吐槽说 自己为了这个案子 自己差点没命 现在整个刑部都跟着牵连进来 薛世明听他这么说 自然知道了他的意思 小民为了表达 这次的救命之恩 愿意再向大人奉献白银 五千两 今天下午我叫一个外地的 购买一车大米 将银箱藏在大米之中 然后拿到开大人府上 对面的街上去叫买 大人叫管家 把米买下 运回府中 如此送礼之法可谓是轻车熟路 开记直夸他办事靠谱 二人本以为开关厌世之后 此事就算板上钉钉了 就连王熙哲和杨书珍二人 都已经在喝鸭精酒了 二人一边喝酒一边分析着事情的经过 薛世明那是在官场的混合 插上毛笔猴斗筋 他不可能会忽视一把手的存在 有可能 开大人早就拿了薛家的银两 而且深知内情 杨书珍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好一个清官哪 哪有什么清官哪 皇上一味惩摊 他却不知道 谁至清则无余啊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的朱元璋 听太监来报 有人又敲起了灯文骨 竟然也是为了薛强之事 还是那个姓黄的吗 不 庆元曾在兵部任职 也是个士绅 招他进殿